李律獎堂 非常謝謝李律獎堂的邀請 我在接到邀請的時候 我之前不知道有這個沙龍 也不知道有這個獎堂 之後我也稍微Google一下 其實執行長也在網路上Google我 我也在網路上Google一下李律獎堂 我們現在都是透過Google 然後認識一下第一次認識 我才發現後來又接到幾個好朋友的簡訊 他們才知道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有深度的一個精英論壇 上面有我的經歷和我現在的工作 我其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台大教授 我就在台大工作 現在當教授其實很快樂但也很挑戰 因為現在整個氛圍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擔任的那個台灣歐盟中心主任呢 我不是官方 這個我要特別澄清 因為官方是歐盟的代表 是歐盟大使館 我不是官方 雖然我是官方授權成立的一個 跟台灣和 就台灣跟歐盟簽約 授權成立一個台灣歐盟的機構 但它是非官方的交流 非官方的這個 非官方的推廣對歐盟的認識 對我們的了解 合作等等 絕對沒有任何官方色彩 就是一個學者的報告 那麼我先講一下我個人的歐洲研究背景 我是在歐洲留學 因為我做的是歐洲統合和跨區的研究 所以我在巴黎待了四年 之後我又到德國待了一年 然後在倫敦LS也待了一年 然後又到瑞士待了半年 大概遊走了四個國家 然後去了解整個歐洲人的概念 我才發現歐洲人真是不一樣 前歐洲商會的這個理事長叫Ito 他是義大利人 他是一個義大利企業家 他現任以後有一次我們吃飯 就跟他談 我說很多人都覺得 義大利人跟法國人很像 他說有點像 他說他用英文講 他說You know the French for Italians are Italian in bad mood 他說法國人對義大利人什麼 對他們很像義大利人 不過他們是一個不快樂的義大利人 我們義大利人是永遠happy的 法國人常常愁眉苦臉 這個就是歐洲人之間 很多彼此的一種很有趣 但是有時候又很深刻的一個 彼此的界定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難民潮 那這個難民潮呢 其實已經發生好幾年了 但是今年是有一個高峰 就突然有將近百萬的人湧進歐洲 那歐洲總共人口五億 即使五億人口 在短時間內湧進一百萬 而且是沒有帶錢的一百萬 這個差很多 如果帶著很多資本來的一百萬 我想這個就不是問題 但他們是一群完全沒有家當 而且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這個時候就產生很大問題 那我們不要忘了歐洲現在 其實情況並不好 那我第一個先請大家看一些圖 我們做一些回顧 就是到底過去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圖片會讓我們回憶一下到底發生哪些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圖片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新的Bold people Bold people 那這個是從北非來的 這個是非常悲慘 這個是在 這個其實是在土耳其 這個是土耳其或者義大利案 然後這個是從敘利亞來的 他們是從陸陸 他們是在匈牙利火車站 然後現在火車站被封鎖 封鎖以後他們在裡頭變成一個難民 大家仔細看這些難民 其實他們都很年輕 而且從他們的服裝 從他們的表情 其實他們素質不差 各位如果仔細看 如果這樣做一個比較的話 其實就有落差了 這個是在土耳其的難民營 那我這邊特別把這個秀出來是 因為這裡頭有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捐贈的這個檢疫物和帳篷 這個我特別在有些機會 像外交部的長官 這個跟他們對話請教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 我們有捐了帳篷 有捐了物資 我們還有給他們獎學金來台灣 我們還捐了LED燈 我們也提供很多救助的物資 但是現在政府都很納悶 就政府想要人家知道的事 都沒有人知道 當我們在跟國際有人對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們說 我們也有做 我們也在這個國際社會盡了一份力量 等等等等 好 那這個當然是現在被視為難民的救星的梅克爾 這個好幾張難民跟他自拍的照片 現在已經變成網路上他的一個 一個肖像的一個特殊的景點 這是他們在足球比賽的時候 歐洲足球比賽 他們特別亮後面這個下面寫說 refugees welcome 歡迎你難民 那也就是說在德國 他們就是我們歡迎你來到德國 歡迎你 那德國很有趣 德國真的是一個 真的基本上是一個服從性很高的民族 就當這個總理說要接納以後 德國各地就拉起了這種不服 和各種的運動 就是支持難民 但是呢並不是每個地方 大家這邊看下面一個 就有新納粹 他們就在東德 他們就反對這些移民 他們說請回去 我們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 國際移民組織叫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 總部設在日內瓦 它是一個國際的官方組織 所以一般我們現在都以它的統計為主 因為現在媒體的報導其實都插入很大 出入很大 那現在呢2015年一直到 我記得是到10月初 總共是56萬的難民在歐洲 就在歐洲有登記的難民是56萬 然後其中逆斃的被發現的屍體是將近3000 其實這個想一想這是很悲哀的事 因為3000是很大的人數 一個公司可能大部分都還沒有3000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人數 那麼這是目前的統計 那下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就幾條線 那個幾條線就是難民從哪裡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原則上 難民有三條路線 北非基本上就是到西班牙 這第一條最左邊 中間的呢是到西西里 意大利或者到馬爾他 這是中間的從利比亞來的 那東邊呢從敘利亞呢就到希臘 我聽過一個西班牙 研究西班牙的老師 他講這個西班牙那個北非摩洛哥那個對岸 他怎麼偷渡到西班牙 就他們這個偷渡船喔 就要求每一個人都要穿上泳衣 就你那天要穿上泳衣 你外面穿別的衣服沒有關係 夏天的時候穿泳衣 然後呢 偷渡船就偷渡到海岸中間 然後就往前走 然後到了距離海岸幾公里的地方呢 就會每一個人發一個衝浪板 然後開始就要你就開始下船 想辦法衝過去 然後他說你到了衝浪板 你到了那邊海灘以後呢 你就要假裝成最高級的觀光客 然後走進最高級的飯店 不會有人懷疑你 然後呢 你就偷渡成功了 他說為什麼不會有人懷疑你呢 他說那我這黑黑的 不是一看就是 不是當地人嗎 他說沒有關係 第一個很多人都黑黑的 所以你呢看不出來 第二個如果他因為你黑黑的 而逮捕你 你就說種族歧視 你說我要告你 你種族歧視 他就不敢動你 所以他們就衝浪就衝到那個 因為他南部是最好的海灘 就衝到高級海灘 走到五星飯店 然後就進去了 然後呢 西班牙政府知不知道這個事 西班牙政府知道 但是西班牙政府後來也不難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這群難民是法語區的 所以他們的目的地不是西班牙 所以就張一隻眼閉一隻眼 反正你到了西班牙 那你就趕快走吧 反正現在自由流通嘛 那甚至後來在義大利還是發生 貝魯斯科尼他在的時候 還特別開了一條專列 從這個西西里一直開到法國 然後把他們送上法國以後 就從那邊開回來 然後法國政府就抗議 就說你這個政府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但是他是貝魯斯科尼 他幾乎什麼事都幹 所以呢 那這個就產生很多衝突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可是在今年發生一個新的狀況是 左邊和中間的人沒有那麼多 但是右邊的人數俱增 那為什麼 就是敘利亞整個國家瓦體 這是過去沒有的 中東有幾個回教的古國 其中最有文化的大概有兩個 一個伊朗一個敘利亞 伊朗和敘利亞他們 就是說回教文明是在七世紀以後才有 可是這些國家是七世紀以前 他就已經有文明了 那跟沙烏地不一樣 沙烏地原來是基本上沒有文字的 他也沒有歷史的 但是回教文明以後他才有文化才有歷史 可是波斯不是 波斯幾千年以前就有波斯帝國 敘利亞幾千年以前他就有東羅馬帝國 更早他有亞歷山大建立的帝國 他更早都有一些文明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一個有文明 有傳統有文化的一群人 那這個難民五十幾萬人 現在據說都到八十萬 但是這個數字就是沒有經過證實 但是五十幾萬人 各位要想他到白色這三個國家 他到這三個國家不走 你要供吃 供住 供醫療 供教育 供養老 這個是很昂貴的 這個對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來講 是雪上加霜 這些國家本身已經沒錢了 預算都在砍了 可是他要編更多的預算安置難民 所以這些國家都受不了 那對歐洲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那歐洲我要先講它為什麼重要 第一個我想大家都知道歐洲有一些大國 雖然它沒有美國那麼大 沒有中國這麼大 但它在國際舞台上算是一個大國 像德國 法國 英國 第二個它是美國最重要的盟邦所在地 美國最重要的盟邦都在歐洲 那第三個是用GDP和Trade來看歐洲 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體 歐洲的GDP整個加起來28個國家 5億人口大概跟美國差不多 目前就看幣值 現在大概算起來是17兆美金 17兆美元 美國因為最近走強大概到18兆 所以大概兩個相差不多 但是Trade來講歐洲就比美國大 歐洲的Trade如果是用貨物算 佔全世界23% 如果用服務業佔全世界25%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還有第三個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但是卻跟難民很有關係的是 歐洲是全世界官方援助最大的來源 全世界官方援助 據OECD統計還有聯合國的統計 歐盟在去年28個國家總共給這個第三世界的捐款 這個援助佔全世界官方援助的57% 這是非常大的 美國只有17% 這非常不夠 日本其實也很大 但日本單獨國家沒有歐洲大 歐洲給錢給這些國家 很多國家其實就像它周邊的這個北非阿拉伯國家 這些國家 這個錢對這些國家是救命錢 什麼是救命錢 就是沒有這些錢這個國家就要亂了 這些錢對這個國家來講 是安定這個國家不可或缺的錢 所以阿拉伯之村在許多研究都發現 阿拉伯之村跟歐債危機是聯動 為什麼聯動 因為歐債危機發生以後 第一個歐洲的市場衰弱了 第二個歐洲的援助減少了 第三個歐元貶值了 所以靠歐洲援助撐住局面的這些國家 像當時的Tunisia 像這個埃及摩納哥這些北非國家 他們主要的貿易夥伴都是歐洲 他們很大的經濟來源都是歐洲 那結果在兩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兩個東西垮掉 所以整個政治陷入不安定 因為政府沒有錢再做補貼了 這些國家都是 大家知道極權的國家都要靠補貼來維持 因為你要讓老百姓覺得 讓你繼續獨裁 那怎麼辦 就水電瓦斯啊教育啊都要很便宜 人民就會基本上OK 然後最後就形成一個負循環 那人民就會覺得我接受你的獨裁 這是一個代價 但是呢在民主時代就沒有了 民主時代就是大家自己負責任 水電瓦斯一分錢一分貨都要算 好那第四個呢歐洲重要是什麼呢 歐洲在很多時候是美國以外唯一的選擇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啊 2000年之後呢 2000年之後呢 印尼的亞齊省發生動亂 就亞齊省是一個印尼在西南 要求獨立的一個省份 那個地方的人跟印尼人不太一樣 那動亂以後呢 印尼就請求國際援助 那最後呢歐盟就派軍 在那邊建立了國際和平軍 Peacekeeping forces 但是呢美國就說我可以派 我從日本馬上就可以派 一天之內就到 印尼說千萬不要 那為什麼呢 因為印尼覺得說 如果你美國來了大概就不走了 很危險 美國是一個有野心的霸權 千萬不能來 但是歐盟呢 基本上他沒有野心 他沒有領土野心 他沒有勢力範圍的野心 所以他來到這邊很安全 他來了一定走 美國當時就 美國從國務院直接提議說 我們馬上可以派軍去幫助你 從琉球馬上派軍 那印尼總統一口回絕 千萬不要 那如果我們不買美國武器呢 大概就買歐洲的武器 不買波音大概就買Airbus 所以不用美元大概就得用歐元 所以很多時候它是美國以外 唯一的選擇 第五個歐洲重要有一個原因 是歐洲是多邊外交的高手 這個是我自己跟歐洲人 跟美國人接觸非常大的不一樣 美國是一個霸權 所以跟美國人接觸其實很簡單 就他會把他的立場很清楚地告訴你 然後就結束 這個我從前在外交部做過 我沒有直接跟美國人接觸 但後來聽外交部同事講 他們舉一個例子 當初接下這個陳水扁總總出訪的時候 他說他跟美國人談了就五分鐘 因為美國人就告訴他 說好你們鐘頭可以來 但是呢五個原則 第一個不能離開旅館和機場 第二個車窗不可以搖下 第三個不可以有公開演講 講完以後就說你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結束 我說那跟美國人溝通很有效率 五分鐘就結束 他說什麼五分鐘 我等了半個鐘頭 但是開會只有五分鐘 那我就問他說那後來 他因為註解英國 他說那跟英國 他說哇英國人完全不一樣 我跟英國人談了一個鐘頭 那我說答案呢 答案還是不行 好 那我說這樣嗎 那他沒有直接告訴你 他沒有 我跟你講他英國人一開始就說 我們這個想法是很正確的 總統應該到處走走 他說我們的想法完全正確 這個非常 他非常理解我的立場 但他後來就跟我講說 這個符合你們國家利益嗎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 你們這樣子 有沒有顧及到跟鄰國的關係 跟大陸的關係 兩岸關係 講我最後真的談談 談到最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還是不要來 真的是為了你著想 然後我說那結果還是No 他說對No 但是呢 他讓你感覺 他是為了你才說No 很不得已的 那我自己有一個親身經驗 是我跟Berminghan大學談合作 我們在跟國際談合作 英美是最難 因為英美大家都想跟他合作 所以我們台大出去其實 其實這不好談 尤其學費差很多 然後呢我一去談 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個國際長他一跟我談的時候 他就 他一開始就把 就跟 就告訴他說 這個克蘭仁政府壞透了 他一直砍預算 他一直抠高等教育經費 他把我們的研究經費砍掉了 他把我們的薪水降低了 他這個政府糟糕了 我那時候好同情他喔 我說真的啊 我還不知道那是個陷阱 他講講講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跟我談合作可以 可是不要想讓我出一毛錢 他的意思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他不跟你講 他就開始說 啊這個咖啡 然後最後呢 他說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可以真的好好合作 但我們實在沒有敬佩 英國的那種 gentleman 讓我非常心疑 就是他開玩笑的時候 也是非常有 elegance 非常 我在歐洲看 歐洲人都很驕傲 人都很驕傲啦 台灣人其實也很驕傲 那歐洲人很驕傲 跟歐洲人的驕傲不太一樣 法國人的驕傲很像中國人 什麼驕傲 是文化的驕傲 就是說 我們法國人 他每次講到法文都 No false say 那種 一講就是說我們法國人 那種概念就是說 全世界最優 那那個最優的概念是文化 什麼叫做文化 就是說 我們法國菜 哇 全世界沒得比啊 然後我們的法國語文 哇 法文 喔這個 我們法國酒 哇 那不叫酒啊 那個叫葡萄酒加酒精啊 然後呢 義大利酒 我告訴你 Honda 我跟你講 義大利酒不能跟法國酒比 我說為什麼 那你知道我們的法國酒 是有密度管制的 我說什麼密度管制 就是說 一個 一個面積的葡萄園 只能種多少葡萄樹 多少葡萄樹 只能生產多少法國酒 這有嚴格規定的 你知道啊 西班牙人 義大利人 他們不會管這些 他們沒有這些規定 所以他們的酒 怎麼能跟我們比 講就是法國酒最好 然後你問他說 法國哪裡好玩 他可以講一天告訴你 法國哪裡都好玩 從北講到南 從東講到西 然後告訴你說 全世界沒有比這個好玩的 所以 不過 不過法國人有一個 驕傲的背後 有一個悲哀 有一個悲情 說 不過 現在這些都過去 所以 為什麼現在大家不講法語 講英語 現在 基本上講到世界是美國的 現在講到工業是德國的 所以法國人有一點點那種 我文化這麼好 你們怎麼都不知道咧 你去學法文 他其實很歡迎 所以他那種歡迎就是 很渴望被肯定 很渴望被尊重 所以 我有一次講到 我說法國 我說莫里亞 對嘛 莫里埃才是真的大師 莎士比亞 你知道莎士比亞 根本沒有畢業 你知道 他根本就是 突發煉鋼 是個素人巨作家 你知道素人巨作家 怎麼可能成為大師 我一聽 天啊 你這樣講莎士比亞 然後他就開始講莫里埃多偉大 怎麼樣 所以法國人的驕傲 是一種高度 我文化的高度 德國人的驕傲 比較是血統 所以梅克爾這個作 我覺得他是很有遠見 他打破德國的血統觀 德國人是血統 熱慢人優秀 熱慢人就是優秀 所以德國人 那種血統觀念是很強的 所以土耳其意義在德國 經過三代以後 才後來勉強拿到身份證 然後那時候 還要求 他們叫 就說 要拿到德國身份證 你至少要有一些 日耳曼的文化的認同 但是什麼叫 這其實沒有標準 喝啤酒嗎 吃豬肉嗎 那土耳其 這土耳其人覺得 一定要我吃豬肉 才能成為德國人嗎 那我講一個 在德國人跟法國人之間的互相 德國人跟法國人就講 德國人就喜歡吃香腸 對不對 德國人 我們有三百五十七種香腸 有大的 小的 長的 辣的 然後法國人就說 沒有一個以美食為主的文化 會以香腸自豪 我講一個很有道理 香腸是Lazy food 只有懶人才會吃熱狗香腸這種東西 哪一個餐廳 偉大的餐廳 會拿香腸做號召啊 有點道理吧 好 那我到英國 英國人驕傲什麼 英國人驕傲是 我那時候有一次印象很深 我跟他講台灣 因為你去一定會想介紹台灣 甚至中國啊 認識 我講講他就一直是yes oh yes oh yes oh yes 講了半天你就覺得 你到底懂不懂啊 你到底懂不懂台灣啊 然後後來我就講 知道台灣出展的茶很有名 而且我說幾乎是全世界最好的 然後他說yes oh really 然後他講 然後最後他問我一句話 我就呆住了 他說那你知道台灣茶是誰開始種的嗎 我一想 我說那當然是移民啊 就從大陸移民啊 no that was a British businessman 你知道聽這個話你就輸了耶 他的意思就是說 蘇先生 我比你還了解你這個國家 我只是不做聲色 所以你跟他介紹很多時候 他就是很yes oh sure 所以那個概念是什麼 那個概念我曾經擁有全世界 我知道了 不用你講 Formosa yes 我知道 我很清楚 所以那個概念是不太一樣 所以歐洲人這種 很有趣 這個講 然後我就講最驕傲的人 講到瑞士 我去瑞士 有一次到巴州 有一個同學他爸爸是工兵退伍 他帶我到一個丘陵上面去看 然後那個巴州那個地方 是在交界 德法瑞的交界 我在瑞士 這邊就是萊茵河 這邊就是德國 這邊就是法國 他說你看到德國了嗎 你看我根本看不到 我也分不清楚 我說看到了看到 然後呢 他就說 那是德國你看到了嗎 我說yes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我一輩子忘不掉 We Swiss Only the Swiss can look down to Germans 哇 哇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太偉大了 所以啊 歐洲人啊 其實彼此的嘲諷 和彼此的不喜歡 其實一直在 但是呢 我就要講到歐洲另外一位偉大 可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在一起 沒有人喜歡鄰居 全世界最難搞的關係就是鄰居 如果你的好朋友搬到你樓下 遲早翻臉 遲早翻臉 所以國與國的關係 最難的就是鄰居 所有國家對鄰居都會醜化和妖魔化 比方說我講中國人 我講中國人 蒙古大夫 奇怪 我後來 因為我班上現在很多蒙古人 他就講 蒙古人 蒙古大夫有什麼不好 老師 為什麼你們中國人覺得蒙古大夫不好 唉呦 我說 蒙古大夫因為我們覺得他不懂醫術啊 他說我們蒙古大夫很懂醫術啊 這就是對鄰居的嘲諷 為什麼 蒙古大夫 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概念嘛 所以Walko對不對 Walko是矮子的意思嘛 為什麼叫Walko 人家日本平均身高現在比你高耶 那為什麼叫Walko 這個概念一樣 那你去看韓國人 都一樣 鄰居都是壞人 鄰居都是壞蛋 鄰居都是壞蛋 但是呢 歐洲他創造了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就是 我們雖然有衝突過 我們雖然殺戮過 我們現在放下來 我們雖然不喜歡彼此 我們即使嘲諷彼此 但是我們放下來 我們結合成一個大家庭 而這個實驗 在這次的難民潮 被衝擊了 因為我們原來自由流通嘛 很多法律啊 一定的時候 條約定的時候 沒想到那麼多 事後發展就不得了 因為他們當初定自由流通的時候 後來發現很多後遺症 第一個 垃圾自由流通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這個邊界上 隔壁是一個大城市 這邊是一個鄉村 或者是荒野的地方 隔壁那個大城市垃圾 這自由流通就開過來 把垃圾一倒就回去了 所以垃圾就自由流通了 垃圾自由流通 後來法院就裁定 垃圾不可以自由流通 那後來還有罪犯 我在這個國家犯罪以後 我就跑到另外一個國家 那警察不能追 因為有國界的限制 但是罪犯可以跑 那就產生罪犯可被自由流通 那最後的結果很有趣喔 最後這個歐洲人 歐洲法院的最後的判決是 罪犯某個程度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喔 那怎麼辦 那最後就讓警察自由流通 那個自由流通 帶出另外一個自由流通 然後還有就是失業的人 可不可以自由流通 因為他到了那邊以後 他就領救濟金了 那他在那邊覺得比較少 他覺得德國比較多 他就到德國去 然後領那邊的救濟金 例如另一再回來 寄回法國給他的家庭花 然後他覺得這樣比較划算 那尤其是南歐的人 從義大利南部 就跑到義大利北部 跑到德國 然後再寄錢回去 那義大利南部還可以生活不錯 那就產生說這樣的人 失業的人可被自由流通 反正搞得一塌糊塗 那這些都要靠法院後來判決解決 而且解決以後各國都遵守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模式 可是這個模式在這一次受到衝擊 那現在有什麼衝擊 這個衝擊我要講 第一個就是我們不要忘了 歐洲現在有兩大危機 外部有兩大危機 第一個是烏克蘭危機 還沒有解決 大家看到普丁最近出手了 到叙利亞去轟炸 其實他就是要轉移 烏克蘭東部的問題 然後搶奪中東的主導權 我問我俄羅斯同學 但他們都很喜歡普丁 他們都很喜歡普丁 我說為什麼你們總統要秀肌肉 然後開那個哈雷這個機車 我說這個好像黑幫老大 對Mafia才這樣做嘛 表示我很壯喔 我會活很久喔 你們不要想造反喔 然後他後來解釋了 他說因為是俄羅斯的男人都短命 俄羅斯男人酗酒過量 所以都短命 所以他要倡導健康男人概念 我說哇 我說他也真辛苦了 就是說總統要秀肌肉也不容易 也沒有幾個總統能夠秀肌肉 然後第二個是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各位看到就是希臘 但這兩個危機也將歐洲雪上加霜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各國的衝突 那有幾個衝突喔 跟不知道 第一個就是邊境國家 跟內陸國家衝突 因為邊境國家不管嘛 然後呢讓這些國家到內陸 反正你目的地不是我 就讓你過去 那就是造成衝突 第二個是東歐和西歐的衝突 為什麼 像這次決定要收難民 東歐國家拒絕啊 他說我沒有錢 然後更深的是 東歐國家長期 它是一個外移的國家 不是一個內收的國家 就像台灣 台灣人有沒有準備收移民 大概沒有 台灣移民大概全世界 最科的幾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長期都是 離開台灣的概念 很少有人說 我想要來住在台灣 住一輩子 我喜歡台灣 所以呢 東歐國家在社會文化上 在它的國家的政策上 它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呢第三個是南北 北歐國家歡迎 為什麼缺工 我們歡迎你 冰島 這個是歐盟以外的 瑞典 歡迎 而且我們這個很冷 你呆就住再說 這個這個這個 基本上 我去過北歐 北歐我覺得自殺率高 不是沒有原因 所以他們的機場都可以抽煙 都有一個抽煙器 因為太悶了 我去過 就北歐那個 冬天去 冬天去第一個行李實在太重了 好多大衣啊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早上十點到那邊天還是黑的 然後呢 好不容易天亮了 三點又天黑了 哇 那覺得太痛苦了 然後夏天去的時候呢 要睡覺沒辦法睡 為什麼要拉兩層窗簾 因為到了晚上 一點鐘天還是亮的 這實在太辛苦了 我覺得北歐的人很辛苦 所以你知道北歐 北歐有一個現象 為什麼北歐是女性主義的發源地 因為北歐是海盜文化 過去在維京時代 北歐的這些國家 就海盜要出去嘛 海盜要出去這個搶奪 那家裡呢 帶孩子 蓋房子 種田 這個這個這個 維持家 甚至要抵抗這個 其他民族的騷擾 都是女人 所以北歐的女人 非常非常勇 非常非常這個 非常非常能夠扛起一個家 那這個男人呢 就到外面去搶奪 搶奪回來以後呢 他們有一個傳統 就要在很遠的地方呢 把他搶到黃金呢 在那邊搖晃 讓他們的女人呢 看到他拿的黃金 拿的越多了 就被視為英雄 所以後來就變成海軍制服 有沒有 袖子一條黃金 一條一條金帶 兩條金帶 三條金帶 這個是海盜來的 我搶到很多黃金 那我婦女就歡呼 回來進英雄 沒搶到的人 鬧腫 沒有用 趕出家門 不讓你進門 那南歐的失業率高 西班牙失業率 百分之二十二 意大利失業率百分之十二 然後青年失業率 西班牙百分之四十七 希臘百分之五十二 我怎麼還可以容得下人啊 不可能啊 即使他們要到北歐去 我不確定這些人會不會走 好那所以南北就有差距 然後大國之間的矛盾 德國說收 那不就是給法國難看嗎 法國收了沒有 法國不但沒有收 而且那些難民現在很轉 我不去你那 我不要去法國 你不歡迎我 我不去 我要去德國 德國說要收難民 有沒有跟法國商量 沒有 所以法國現在覺得 我的主導權 完全被德國搶去了 那英國呢 英國也沒有要收啊 反正你海峽過不來啊 我也不怕 而且英國沒有參加深耕的自由流通 他不怕 你要護照才能 你要簽證 所以這些東西呢 都讓歐洲國家的衝突呢 變得劇烈 就原來已經很難 在一個麻煩的時代 現在又有新的衝突 然後另外呢 另外一個衝擊呢 是什麼 就是原來我剛剛講 統合的成果 現在 因為原來的統合 他們有一個 當時的策略和一個理論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 小偷自由流通了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 不准小偷自由流通 第二個選擇就是 讓警察自由流通 那當時歐洲人呢 推動統合他們有個概念 就是一個連鎖效應 就當我推動第一個 自由流通以後 就一定有第二個自由流通 當我推動第一個統合以後 就有第二個統合 這樣一連串呢 最後我們就統一了 那麼最有名的 就是從共同市場到歐元 從共同市場到歐元 為什麼後來有歐元呢 照這個推論呢 基本上就是 因為共同市場 你不用共同樣的貨幣 基本上達不到共同市場 所以最後一定要一個統一貨幣 但這是一個官方說法 真正的理由 是法國要終結馬克 什麼叫法國終結馬克啊 這是80年代的事情 就像台幣嘛 我們台幣現在的 那個利率政策 匯率政策 跟著誰走 基本上是要盯著亞洲貨幣嘛 對不對 日元韓元 還有加上人民幣 那總的大家都盯著美元嘛 但是基本上 日元貶台幣其實很難保 韓元貶台灣很有壓力 利率也是一樣 那當時的歐洲也是 領導地位是德國馬克 德國馬克 所以當時呢 法國總統呢 他曾經想 要貶值就出口 沒辦法 貶值以後 所有資金跑到德國去了 沒有辦法 然後呢 利率呢 也沒有辦法自主 所以當時 密克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話 他說我手上有法郎 沒有法郎的主權 然後他就覺得 要把馬克終結掉 不能讓德國獨霸 整個歐洲的財經市場 但是法國單獨沒有這個力量 所以他就開始倡導歐元 開始做一些很漂亮的說法 說我們歐洲人 我們一定要互相幫忙 我們一定要互相比 我法國人率先是足 我決定把我的法郎拿出來 跟德國馬克 共同做一個歐洲貨幣 然後開放所有歐洲國家 一起參與 你們說好不好 那義大利里拉這個 一直貶值貨幣 哇太好了太好了 然後西班牙的這個PESO 哇太好了 一堆很糟糕的貨幣 然後希臘說 我也支持 所有貨幣都在 然後問德國說 你支持嗎 德國人其實不願意 但是呢 德國所有支持歐洲統合 都是政治 因為他二次大戰的罪 所以他必須支持 德國永遠不可能 對歐洲統一說No 因為他沒有這個權利 所以可爾就提出了一個條件說 兩個 第一個必須設在法蘭克福 第二個 以後的財政紀律 必須按照德國的紀律 就是不可以有赤字多少 不可以有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 隨後來承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背後其實是一個角力 一個接一個的這樣的概念 現在受到衝擊 就是會有一個回擊 就是說 當我第一個統合 進行完成以後 認為就第二個統合 自由流通一樣 然後呢 共同庇護政策呢 現在幾乎是破產 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概念是這樣 這些人來到這些先進 這些國家以後呢 那為了防止他一個一個國家 去申請庇護而留下來 因為很麻煩的是 如果一個難民或者非法移民到這個國家以後 他時間一長以後會生孩子 這個問題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這個其實有很多政策 這個政策執行面是很困難 我舉個例子 現在政府科B不是要做什麼社會住宅嗎 我認為完全不可行 他說只租不賣 完全不可行 為什麼 因為我租 我今天就是 他們一定是困難的人 我們才要租他嘛 我有很便宜的錢租他 比方說八千塊好了一個月 最後他付不出來怎麼辦 你要用警察把他抓出去嗎 那你不是瘋了 他原來要幫助的 你還用警察把他抓出去 那他不搬走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好像整個決策沒有討論 他如果不搬的話 那試問 你怎麼執行 你要 你去法院告他要他還八千塊 他還是還不出來 那你最後法院強制執行 法院怎麼執行 警察執行 警察怎麼執行啊 政治上很難的 所以這些 那這些難民也是 政治上很難 他一旦生了孩子 他定居下來 其實你沒有辦法處理他 沒有辦法處理他 所以現在共同屁股政策 為什麼共同屁股政策破產呢 那個速度完全來不及 一年能夠處理 希臘一年能夠處理的屁股政策 不到一萬個人 可是現在有幾十萬個人 在希臘那邊留 然後你想 你要一年一年消化 你要消化幾十萬 你是要花三十五年的時間消化他 你要花這樣的預算去養他們嗎 不可惜 不可惜 我現在到這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影響 是偏激政黨的崛起 開始有說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 法國是法國人的法國 希臘是希臘人的希臘 這句話有沒有錯啊 好 在我們念政治的 做政治研究的 政治的號召的概念 重要的是什麼 是潛台詞 什麼叫潛台詞 就是我說第一句話以後 我會要你自己說出 我要你說的第二句話 但是我不說第二句話 因為那個不能說 但是我會要你說出 我要你說的第二句話 這個才是政治的高手 所以當我說出 希臘是希臘人的希臘 希臘人的反應是什麼 不是希臘的人給我滾回去 對不對 那個話我不能講 但你們會知道 你們會有這個情緒出來 希臘是希臘人的希臘 然後其他人說 對那些不是希臘的給我滾蛋 種族主義就出現了 種族主義就出現了 偏激政黨就有票 所以現在整個歐洲普遍 偏激政黨崛起 然後都是反移民 反歐洲 反全球化 然後呢 那我再講 最後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德國問題 在這裡 那這個大家看到 還記得那個恐怖攻擊嗎 Charlie 這個weekly Charlie 那這個很有趣 All on the boat 這個Maker 這種真的是 只有德國法國才搞得出來這種照片 這種照片 在任何國家你看不到這樣的照片 好 那這個是IS 還有這個非洲的 那大家看到 這幾個美國發動戰爭 所產生的 在伊拉克 利比亞 好 那我這邊講到歐洲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圖是 德國 什麼叫德國問題 就是二次大戰以後 面對德國 其實歐洲人很頭痛 因為德國就像中國一樣 它是一個 encircled nation 它是一個四面被包圍的國家 所以德國就有一個天生的難處 當德國太弱的時候 他變成各國角逐的戰場 法國也來 俄羅斯也來 澳洲 奧地利也來 英國也來 連丹麥都欺負他 但是當他太強的時候 他到處欺負人 對不對 那就產生一個問題說 那怎麼辦 德國太強就欺負人 德國太弱 所有人為了他打仗 那因此戰後就發 產生了歐洲統合這樣的概念 就是德國人把所有 key factors 都拿出來 跟歐洲人分享 成立一個歐洲聯盟 但是我們遵從歐洲聯盟裡頭 德國是一個領導角色 但是它是在框架裡頭領導 解決了所謂德國問題 這個其實對中國人非常的歧視 中國人常有肆疑交相親的恐懼 大家都欺負我 對不對 大家都欺負我 一看都覺得鄰居要欺負我 每一個人都想吃我的肉 都想逐入中原 中國人好可憐 可是我想我們在台灣 我們其實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是中國人 但是我們是一個inside out 我想打網球就知道inside out 就什麼叫inside out 就你一是裡面好像又不是裡面 所以我們一方面可以了解 中國人的mindset 可是一方面我們可以了解 中國人鄰居的mindset 就你實在太大 你站在那裡 你不要說話 我都覺得你要打人 對不對 一個比你比你重十倍的人 站在你面前 他對你笑其實你會很害怕 那他生氣更不要講 你更嚇死 好 那德國問題呢 這次談什麼問題 各位仔細想 包括歐元的誕生 德國都向來不在第一線 德國把第一線讓給法國 法國站在舞台上 德國在旁邊 一直都是這樣 這是德法的末期 但是這個從歐債危機 到烏克蘭危機 到難民危機 這個末期被打破了 梅克爾站到中間了 這個法國報紙就是說 那個歐蘭德 因為他就長得不是很高 歐蘭德像是這個梅克爾的小老弟 像是這個大德國的小老弟 感覺是小孩子 這個感覺 所以就是德國 法國人有一種焦慮 就歐洲已經被搶走了 被德國人搶走了 德國人又要獨霸歐洲了 所以這個聲音慢慢起來 德國又要獨霸歐洲了 德國又要霸權又要再起來 所以你看那個希臘就有梅克爾 把他就變成一個希特勒對不對 把他變成一個霸權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 對歐洲人很要命 很要命 其實不會 我覺得完全不會 好 那再來講 我覺得對中東 那我要講一下 這是中東的圖 我這樣給幾個 各位講一下 中東的紀元症 我想中東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它有四個很重要 第一個它是地緣政治 它是歐亞非的交界地 第二個我想石油 大家都很清楚 NG國際能源 總數 它的產量在全世界30% 日產280萬桶 佔全世界930萬桶的30% 但它的出口180萬桶 佔全世界的40% 這就很重要 然後第三個 它是所有宗教衝突的根源地 然後它最後涉及到以色列的生存 以色列的生存是 美國絕對不會容許以色列被消滅掉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麼過去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主要的這個穩定在哪裡 這邊給大家看一個圖 綠色的 是過去的反美的國家 這些國家基本上跟美國不對頭 從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這個敘利亞 到敘利亞控制的部分的 黎巴嫩 以及利比亞 這個基本上是反美 這些人 基本上 過去呢 基本上都不是在美國這一線 然後那美國 靠誰來穩定呢 靠這個 第一個 靠海灣 以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 海灣的富有的這個國家 然後呢 還有一個 阿拉伯國家最大的軍事力量來源的 埃及 還有一個已經被西化的阿拉伯 回教國家 土耳其 這是三角 土耳其 海灣國家 沙烏地 再加上埃及 維持一個穩定的三角 中東三角關係 但這個三角關係 在阿拉伯之村之後 動搖了 怎麼動搖了 我這邊講一下 第一個 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衝突激烈化 那就敘利亞戰爭就看得出來 那遜尼派的這個Leader是誰 是沙烏地 那什葉派的Leader是誰 是伊朗 各位有機會 禮拜五 禮拜五 各位有機會可以到清真寺去 看一看 清真寺禮拜 就有他們叫竹馬 他們的這個教長叫阿轟 那你去這個裡頭 你去跟著坐 你會看那個禮拜很有趣喔 這個基督教禮拜就排排坐嘛 對不對 佛教的禮拜現在也是坐的 有的要跪 有的是跪的 但基本上也是坐的 那回教基本上就是一個地毯 然後隨便坐 他沒有排排坐 隨便坐 教長在前面講 你就這個地方隨便坐坐 隨便坐 然後呢 但他最後有個呼號 他那個語言我不愛念 這個呼號一出來的時候 就有點像我們在軍隊裡的 中央舞 威准 所有人就啪啪啪啪啪 到那個教長面前喔 圍成一排又一排 整整齊齊的隊伍 我看了都呆掉了 我覺得怪不得 穆罕默德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 他完全把這個宗教植入到軍隊 哇 所有人就集合成一個 然後開始拜 開始有個儀式 哇 而且是老老小少 然後各國國籍的人都做同一件事 我覺得太了不起 所以各個宗教的創始人 命最好的就是穆罕默德 對不對 他創了一個宗教 他建立了一個軍隊 他打了一個帝國 不得了 像耶穌被盯到十字架上 釋迦摩尼 他基本上出家了 拋棄一切王國啊什麼 在菩提樹下 那這個在屬世的人看 基本上也蠻辛苦的 穆罕默德那麼偉大 可是沒有兒子 這個就產生了問題 如果他有兒子 這個回教時間就不一樣 他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以後 繼承就產生問題 偉大的人走了以後 繼承都是麻煩的事 那他這個繼承產生問題 那他繼承的時候就分兩派 一派主張血統論 就實業派 就是說 只有穆罕默德家族的人 才可以繼這個大位 不管是宗教的領袖 政治的領袖 軍隊的領袖 血統 那因此呢 那他沒有兒子怎麼辦 那就是女兒嘛 所以呢 最後呢 就是他的女婿 被拱上來叫阿里 就是 不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 穆罕默德的親家 但是不是阿里巴巴 是阿里巴巴的兒子 叫阿里 然後阿里就繼承 他就繼承了 但是另外一派呢 認為 No 穆罕默德沒有這個遺囑 所以應該依照什麼 大家的推舉 這就是遜尼派 所以遜尼派人數比較多 最後呢 遜尼派就推舉了 穆罕默德 他另外一個妻子的父親 就是他的岳父 但不是同一個人 就不是女婿跟岳父的對決 不是 是不同的這個女子 那最後就形成兩派 那麼一直到今天 而且他們之間的衝突 非常非常激烈 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呢 那伊朗人怎麼看這個沙烏地 伊朗人瞧不起沙烏地人 伊朗人瞧不起 為什麼呢 第一個你沒有文化嘛 我伊朗有波斯文化 第二個你是非正統 我有協同啊 我有協同啊 我們常常覺得沙烏地阿拉伯正統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因為 麥加和麥加丁 在那個他的地內 可是沙烏地這個部族 原來是一個很小的部族 它是一個沙漠裡中間的部族 那各位要曉得你看那個圖 但我去沙烏地訪問的時候 那個沙烏地的那個prince 他就很proud的說 他說我們沙烏地這個中間這一塊 利亞德這一塊 從來沒有被人家殖民過 那你知道 從來沒有被人家殖民過 基本上就代表這個地方不是很有錢 對不對 有錢一定要被人家殖民嘛 人家一定會搶嘛 基本上你就是那個地方不毛之地 所以那個地方基本上是比較窮的部落 我也去過利亞德這個家族 沙烏地家族的發源地 真的基本上就是幾個tokatsu 幾個tokatsu這樣子 大概這樣 不是一個很發有錢 所以他們覺得你這個小部族 佔據聖地自稱為王 瞧不起你 所以伊朗和阿拉伯之間的衝突 現在已經蓋過超過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衝突 所以這個其實很激烈 好 那現在呢 因此沙烏地現在跟美國的關係才能衝突 什麼衝突 就是你跟伊朗和解 你跟我的死敵和解 所以我非常不高興 我非常不高興 他用什麼不高興表示呢 當2012年美國推薦而沙烏地當選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後 沙烏地阿拉伯說我不要幹 我拒絕 我放棄 這個很帥吧 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 沙烏地阿拉伯當選以後 他說我不要 表示對美國的抗議 這是很大的抗議 這是很大的抗議 好 第二個呢 以色列也動搖 也是因為伊朗的問題 因為他們很擔心伊朗發展核武 伊朗發展核武 好 那第三個呢 埃及的問題呢 就是阿拉伯之村 但是現在已經因為軍方回來 所以這個問題解決了 但是有兩個他的支柱呢 現在動搖了 動搖 所以這個是很傷腦性的事 很傷腦性的事 那麼中東很複雜 中東這個國家 最有資格領導的其實是伊朗 伊朗有7500萬人 有4000億美元的這個GDP 但是呢 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在於說 伊朗不是阿拉伯人 這個很重要 他的種族上 他的語言文化上 不是阿拉伯人 所以他是少數 然後他的宗教上 他的實業派 他是少數 第二個可以領導的是土耳其 他有7500萬人口 8000億美元的這個GDP 但土耳其被回教徒 視為叛徒 為什麼 因為你們完全西化了 你們根本背叛了伊斯蘭 第三個是沙烏地 沙烏地有3000萬人口 6500億 6500億美元的GDP 但沙烏地的人口太少 3000萬 而且軍事武力不夠 因為其實在我們學界 我們看沙烏地的人口 可能有點碰風 因為他基本上怕 人口太少會被人家入侵 所以他有點灌水 有點灌水 那第四個是埃及 埃及是最大的人口國 9000萬人口 但是個窮光蛋 是個沒有錢的國家 所以呢 埃及有軍隊 有人 但是沒有錢 所以呢 誰來領導 沒有 沒有 好 那最後我講到 好 最後講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跟美國的衝擊 為什麼 因為這次的難民危機 讓歐洲這幾年蓄居 對美國的不滿爆發 我看一看舉幾個 各位看 歐債危機 我去歐洲 所有開研導會 所有人談歐債危機說 那是美國人開始 我們是受害者 美國人開始亂印鈔票 搞得全世界都在印鈔票 我們才破產 然後呢 烏克蘭危機 美國人搞得顏色革命 最後呢 美國人拍拍屁股走了 爛攤子留給歐洲 然後呢 難民危機 敘利亞又不是我要打的 伊拉克也不是我要攻的 我全都是配合你 結果你拍拍屁股走了 大西洋那麼大 人家也滑不到那裡 可是都到我家來了 所以歐洲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聲音 我們不能再follow 美國的政策了 follow美國 這個人是自私鬼 他自己管自己 他不管別人 這個就基本上 歐洲產生這樣的 所以歐美的這個關係 就現在受到衝擊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圖 我想有人去過柏林 這是Berlin Berlin 那旁邊是DC 那是Mall 那個圓圓的 Mall那個圓圓的是 小布希總統任內建的 二次大戰勝利紀念碑 有沒有人去看過 有機會真的去 去了就可以了解 小布希的這個 他這種文藝的水準 這個為什麼我這樣講 就是說 我覺得蓋那個其實 反而有點不適合 美國現在在全世界的位置 那個碑 大家看到一個一個柱子 然後中間 左右各有一個凱旋門 那兩個凱旋門 小的凱旋門上面 左邊是寫什麼 寫Pacific 右邊寫Atlantic 左邊寫太平洋 右邊寫大西洋 然後那個柱子 我記得是12根 那左邊的柱子的第一個呢 是寫珍珠港 最後一個柱子呢 到了繞一半圈以後 到前方 是寫那個東京 然後右邊的呢 第一個柱子是寫諾曼帝 然後最後一個柱子寫柏林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紀念碑嘛 對不對 我兩邊作戰都贏 然後打到你家去 對不對 這個概念是贏 那右邊呢是柱林 這個教堂其實在二次大戰以前是 當時德意志皇帝的加冕教堂 叫Willheim Kirsch 就威廉大帝加冕大教堂 在二次大戰完全毀了 毀了以後 德國人決定把它保留 在旁邊就建立一個紀念館 一個完全透天的紀念館 裡頭是從下面空到上面 然後呢 上面就寫不要忘記戰爭 那這兩個mindset可以反映出 歐洲人跟美國人對戰爭的不同 歐洲人對戰爭是借據恐懼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歷過戰爭 而且是普遍性的經歷過 美國人對戰爭的記憶原則上 是一個勝利的記憶 我們基本上都贏 而且都在別人家贏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台灣人有沒有戰爭記憶 所以這裡頭就有族群記憶的不同 像我父親從大陸來 他對戰爭的記憶 那就是家破人亡 那種記憶 我沒有經過 但他每次跟我講 那種表情 他已經過世了 但是那種表情 我永遠記得 他講到他說 日本來好可怕 然後我們 他說我們當時都往 那個都不敢回頭 然後最後都不知道在哪裡 就那種講的過程我就看到 看到那個 他的那種恐懼 那種一種恐懼 他覺得戰爭好可怕 現在這樣安定又很好啦 這為什麼還要這樣吵呢 那我媽媽 我媽媽是宜蘭人 她講空襲的時候就比較快樂 他說哇空襲的時候啊 你知道嗎 阿嬤就叫我們躲在防空洞 哇有時候我就從廚房這樣滾滾滾下去 哎呦 你知道他那個哎呦 就有點是comic 那為什麼 因為空襲和敵人到你家放火燒殺 是不一樣的 那個記憶是不一樣 那這裡頭就有 因此會產生對戰爭的概念 那個記憶是不一樣的 台灣我問一個 台灣最大的戰爭紀念碑在哪裡 台灣本島 不講澎湖金嘛 這很有趣 我問台灣人沒有一個人知道 彰化的八卦山就是台灣本島最大戰役的一個紀念場所 他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歌台 以衛戰爭的台灣人最後一場戰役 就跟日軍的決戰 就是北邊的客家軍從新竹開始往南撤 撤到八卦山 南邊的劉永福的這個黑旗軍 從台南往北開到這個八卦山 他們想一個就聚險死守南台灣 就讓日本人不要經過渡過這個濁水溪 在那邊決戰 然後靠著這個居高臨下 那當時劉永福就到了大陸去接洽軍火 那最後因為清廷下令不准 片板不得入台 寸板不得入台 所以沒有人摸到一點軍火 所以義軍做伴 死了一萬多個人 大部分是客家人跟廣東人 跟客家人跟廣東人 然後後來就變成一個亂葬 那等到光復以後就把它變成一個忠烈詞 但是這台灣人不喜歡這種東西 那邊的陰魂不散對不對 所以呢 台灣人陰魂不散就要見什麼 岳飛像嘛 關公像嘛 就覺得不夠了 這個威力不足啊 所以呢就要見個大佛才壓得住 因為死太多人 死一點人大概關公岳飛還可以 死太多人的時候可能 可能就要大一點才壓得住 所以就在他那個忠烈詞 面對彰化式的這個面向 蓋了一個大佛 然後就變成官方幾點了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的智慧耶 其實它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可是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大家在那邊談戀愛啊 吃香燒烤啊 香腸啊 後面那些 所以台灣人對戰爭的記憶 某個程度 其實是蠻快樂的 就是蠻easy的 說喔 還好嘛 這空襲啊 對啊 那時候我想都會講 那個菜刀都要收掉啦 藍單都要收掉 日本人要拿去制武器啊 三家 十家共用一條菜刀啊 大概都是這種記憶 可是基本上 沒有敵人到台灣 殺人放火這種概念 這個概念基本上 台灣人還是很淡 所以那這個就是 美國跟歐洲的不一樣 所以美國和歐洲 現在對於新的戰爭來講 就不一樣 那我最後我做結尾喔 我做這個結尾對台灣喔 我想第一個 可能我們在台灣 還是要了解一下 我們到底 不管我們慈濟 我們慈濟其實在那邊 也做了很多事 慈濟對難民 也做了很多事 我們的慈濟 而且喔 你知道在那個 這個土耳其記者跟我講 他說有一個人 叫慈濟爸爸 他在那邊 他為難民做好多事喔 已經變成一個model 一個台灣人 胡說我都不知道 也沒有人報導 也沒有人報導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有好多 偉大的故事喔 我剛剛跟這個李律師講 我到沙布地去訪問的時候喔 最大的中國餐廳 是一個台灣人開的 是一個宜蘭人 姓林 他在70年代末的時候 跟著台電到這個 到吉達 後來從吉達到利亞德 當時五家人 一個姓林 一個姓檢 還有三家人 那最後到利亞德以後呢 那個 台電撤回來以後呢 他們就決定說 要不要撤咧 要不要跟政府回去咧 後來姓林和姓檢留下來 另外三個人回來 姓林和姓檢呢 最後那個姓檢的呢 不喜歡利亞德的生活 因為很枯燥 所以他就到了 後來的杜拜 所以現在杜拜最大的中國餐廳 就是這個姓檢的台灣人開的 然後利亞德就是這個 姓林的台灣人開的 我去以後 我碰到這個老闆 我覺得好佩服他喔 我就說 他把這個餐廳喔 不是這樣這樣 餐廳弄得像那個金錢豹 好炫喔 又有傘 那後來他就跟我講一個概念 他說因為在沙烏地 不准有娛樂 所以餐廳就是他們唯一的娛樂場所 所以餐廳要炫 要娛樂 他們才喜歡來 他消費很高喔 一刻都是1500起跳喔 台幣1500起跳 所以做得很好 那我要講 我在羅馬尼亞有一個台灣人 台南人 他叫做洪慶林 我想天下 遠見有報導過他 當時我就是請遠見來採訪他 他在羅馬尼亞建立了東歐 東南歐最大的回收系統 台灣人間 洪慶林 Green Group 他一個人去羅馬尼亞 原來他是運機去到羅馬尼亞 就運到那邊以後呢 那個羅馬尼亞常說 我們現在政府要改制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倒掉了 所以我們沒有錢要付你 那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一個你就把機器自己運回去 那一個就是我們這邊所有機器送給你 然後他就傻眼了 因為他完全 後來他就評估以後 他就決定到那邊發展 他把那個工廠買下來 然後最後做成一個回收體系 他做了全世界最先進的回收體系 他怎麼做喔 他現在有17個回收機 每一種東西 他包括衣服 他第17個就是衣服 那我說衣服 他回收以後喔 他的東西還可以製成那個 materials 然後出口 那我就說那衣服做什麼 他說 衣服最重要的做隔音泡棉 就那個隔音的那種凹凹凸凸的泡棉 他說那個就是衣服回收可以做 所以他 那他16個就是 有bottle的 有paper的 有電腦的 有什麼 他說那個都是寶 然後他做了一個非常棒的回收體系 有的放在賣場 就是你在回收以後 你就有個coupon去賣場買東西 然後大家 然後他說他也被騙過 當時他收了一批電腦 結果發現電腦來以後只有殼 裡頭都是石頭 然後他那時候好重 他好高興 拿回去以後全部被騙 所以他說後來 反正也是在錯中學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好了不起 所以我們大概要知道說 我們到底為這些事情做了什麼 我們在跟別人對談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才有高度 我們國家才有一個位置 而不是說沒有欸 好像都沒有 那外交部有個官方網站 其實有 我覺得外交部這點很辛苦 反正那個部長跟我講 他說我們現在召開記者 要他們寫 他們都不見得會寫 不用會寫 那第二個呢 我想我們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未來如果有移民來 我們怎麼辦 我在 我今年暑假去環島一週 我騎腳踏車 我跟了我兒子 因為我約好他小於畢業 因為他哥哥 我們也做過 我剛剛那個圖片就是環島圖片 就我們在 兩年前在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在那個池上拍的 真的環島以後 環島以後我一起感觸 我覺得台灣好漂亮 然後第二個是 我真的感謝這些越南的媽媽 他們都好努力在工作 我覺得我看了其實 我覺得很感謝他們 也很敬佩他們 那我覺得他們 像小吃店 早餐店 水果攤 好多越南媽媽 我覺得他們都好認真 那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都在 應該在學校教越南語 讓他們小孩子 程序這個母語 將來成為我們 對 現在不要提到南向嗎 我覺得南向從這樣開始 你讓他小朋友 去做個做 他以後就成為東南亞的尖兵 這個我覺得其實 應該這樣做 那我想我們在台灣 我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 讓我在這邊 因為這個執行黨在跟我講的時候 就是說是一個沙龍 那所以我就 我不是用學術演講的概念來做 我就做了一些概念 那麼待會兒就就教育大家 我知道各業都是各業各行各業的精英 那我也在這邊願意請聽大家的聲音 那如果有不對的地方 也請大家指正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蘇教授蘇老師 非常風趣 但是也很精彩又很豐富的演說 我們接下來我想用一個自由對話的形式 但是不曉得首先 在座的有沒有朋友們 有想要問的問題 我想一定有 老師要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您要師傅來分享 分析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今年會出現 這樣大規模的移民潮 謝謝 其實我也挺緊張的 據說要上網 謝謝 我剛剛就在想 你一定是不想講IS 所以對這個原因沒說過 不過現在被問到了 其實沒有人願意當難民 我想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如果家鄉 我想我們的先祖會來到台灣 我講都是不得已的嘛 他們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沒有一個人願意當難民 那其實他們來就是家鄉時代活不下去 而且那個活不下去是基本的生存都不可能 基本的生存 所以那種跋山涉水來 像那個敘利亞他們到埃及 到這個希臘 他們是要經過陸路往北 而且他們往北還要穿過這個IS控制區 然後到了土耳其境內 再從庫德區往西 然後土耳其 然後再從土耳其搭小船到希臘 其實這一路上都是非常辛苦 那利比亞來的就是 利比亞現在也是內戰的一塌糊塗 原來的這個基礎設施啊 原來的這些基本的生活供需都沒有 但最大的問題是敘利亞 有人跟我說是他們因為很想建立一個 他們自以為是的民主政治 所以把國內搞得一團糟 所以才會有這種內戰出現 應該是這樣喔 就是說中東的國家向來就沒有民主 現在當然這個 因為一般我們說一個國家 是不是民主的時候 這個客觀的標準是美國 這個美國紐約的這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他每年有個評比 然後他的這個評比 被認為是一個比較客觀的 但美國國務院有評比 但美國國務院是比較有一些政治操作 所以我們一般是用Freedom House 他每年做的Totally Free 然後Partial Free 和Not Free這樣的來看 那麼今年他們是把那個土尼西亞 土尼西亞換為民主國家 但是基本上 在這個整個伊斯蘭世界的 不包含印尼 不包含印尼和馬來西亞 整個中東伊斯蘭世界 過去只有兩個型態的統治 第一個是強人 就是軍事的強人 像這個阿爾及利亞 像這個埃及 像這個敘利亞 伊拉克 這都是軍事強人 他都是軍隊的一個領袖 最後就上來了 那另外一個就靠王室 就他靠一個王室 但王室基本上 後面就是要有美國支持 不然他沒有武力去鎮壓 所以就是沙烏地 科威特 那王室一方面就是買 就花很多錢 去讓福利很好 卡達 這些都是王室在統治 那沒有真正的民族 巴黎這些都是 所以呢 那麼敘利亞的問題是 當這個 Arab Spring發生以後呢 美國當時是 類似像援引像利比亞的模式 在敘利亞建立一個新的政權 然後能夠 能夠這個 所謂邁向民主 或者親西方 但是呢 沒有想到就是 這個之中呢 親西方的力量 並沒有起來 但是反 敘利亞政府軍的 IS起來了 也就是說 那這個起來以後 其實讓美國 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 一個處境 就是到底該不該支持 那美國最後採取是 一開始是不支持 一開始支持是法國 是法國 那最後呢 美國是採取無人轟炸機的支持 有限的支持 但是呢 美國沒有辦法支持 阿塞德政府 所以美國就陷入一個兩難 就是 他去轟炸這個IS 可是他並不支持阿塞德 阿塞德又需要人家支持 那所以就產生 俄羅斯現在趁虛介入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結果 其實最可憐的是老百姓 最可憐的是這些平民百姓 我覺得真的是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家 而且 IS殘酷 可是 據聯合國的調查 敘利亞政府也用毒氣 他也用毒氣對付自己的人 我自己看是 我想在座可能很多都當過兵 我覺得 戰場上的人都會變 但戰爭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這麼斯文 我們都會變了 因為那是生死的一瞬間 所以我覺得就是 整個敘利亞戰爭的激化 然後瓦解 讓這個國家的人 全部的向外引動 因為今天看到我們的題目 是歐洲難民朝對當前國際秩序的衝擊 講到國際秩序 因為我是學法律的 自然就會想到國際法 那 講到法律 一開始就要下定義 我不曉得 蘇老師願不願意談一下 就是 因為在這個演講中間 我們有兩個名詞 可能交換使用 一個是難民 一個是移民 那麼 真正難民這個字 Refugee 在國際法上 曾經有 1951年 有過一個叫做難民地位公約 這個叫做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1967年 有一個Proticles 那 各位可能不太知道 中華民國其實是這個公約的簽約國 那 這個公約是各國約定 現在有上百個國家是簽約過 但是真正去看那個簽約國名單的話 可能看不到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ymore 那麼 但是我們是 是簽約國 當時就是Refugee的條約 這是 有 有 真正 簽了的條約 而且這個條約是在1954年生效的 這個公約是生效的 那這個公約 各國約定 要 對於 政治難民 要加以庇護 那 蘇老師 今天 我只是 好奇 從國際法的秩序來講 有 有沒有任何的國際法的規則 會 讓 就像我剛剛講的這個公約 公約講的難民 那對於像 敘利亞的這個難民 是 有沒有任何國家有國際法上的義務 要提供他們協助 從國際資訊 比較多 是 這個公約 這個公約 就我 就我所記憶的 它基本上對難民有四個 我記得是四個 四種身份可以叫做難民 第一個是因為政治遭到迫害 第二個因為宗教 第三個因為種族 第四個我記得 比較模糊它叫做社會認同 還是這類 但是沒有經濟 就這裡頭沒有 就經濟理由 經濟的理由不成為難民的申請理由 那原來的程序怎麼做呢 原來是 他們比方說這些人到了希臘 那都被視為非法移民 就非法入侵者 所以基本上都被 都被在 拘禁在一個 一個這個camp裡頭 就是你不能隨便跑 然後呢 你在 你每一個人都要填證件 申請成為難民 也就是說 你到的時候你不是難民 你是一個非法移民 非法入侵 非法闖入 那現在 你要成為難民 你要申請 那成為難民以後 你才可以得到歐洲聯盟 各國的庇護政策的這個待遇 就是說 你是因為政治理由 因為宗教理由 因為種族理由 或社會認同理由 你這個理由被接受了 好 那你就有難民身份 那有難民身份以後 你就可以享受 因為難民身份 而可以享有的 庇護這個asylum的 庇護政策的這個待遇 那如果沒有 對不起 照規定是要被遣犯 如果沒有的話 那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第一個這個量太大 就這個量已經 就我剛剛講 一年我只能處理一萬個人 然後現在來三幾萬 不可能處理 那第二個是 現在明顯是沒有辦法遣犯 因為難民公約裡頭 有明確規定說 你不可以將它遣犯回去 或者是到一個它生命 可能因此受威脅的地方 不管它的母國 或者另外一個國家 你都不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是難民公約 明白規定的一個義務 所以這個就是歐洲現在的難處 那這個 那難處就變成說 它在這邊申請期間 它的地位到底是什麼 它地位是非法 它是非法的移民 但是非法移民 在歐洲裡頭 也有一個這個都柏林公約 都柏林這個規則要遵守 就是你還是要公吃公住公醫療 那受教育期間的孩子 你要給他教育 那只是他被限制移動 他被限制移動 所以如果從法律角度來看 也許可以這樣看 就是嚴格的講 現在敘利亞的這些難民 其實是介於難民跟移民之間 那麼如果用我剛剛講的公約來看的話 它未必符合這個公約的定義 因為它可能是為了經濟上的理由 因為它算不算是受政治迫害 它跟一般我們講的這個政治庇護 所提供的可能是某一個國家的異議份子 那因此它回不去 它回去以後可能會 會有很悲慘的命運 當然這些 這些移民或難民 他們回去命運同樣悲慘 但是畢竟 從法律定義上來講 就像剛剛說老師講的 這裡頭 有很多人可能是因為經濟的理由 但是經濟的理由 在國際公法剛剛講 這個條約的公約的定義上 它不叫做難民 因此 當然可以被當作是難民處理 那也就是說 移民的或者是 它其實是介於難民跟移民之間的一種身份 而且人數如此眾多 跟原來這個公約所想像的這種難民 不完全一樣 簡單地講就是 國際法秩序上 其實是有一塊欠缺 那麼對於這些問題 並沒有真正的國際法的 可以找得到 誰有義務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讓我好奇 因為這個 在聽的過程中間 我覺得 蘇老師要不要講一下 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美國其實 其實美國 美國現在也在救援這些難民 那麼甚至美國 我從我們外交部得到的資訊是 我們很多的救援是配合美國的政策 我們是配合美國的政策 因為美國的救援是 它也有它的戰略考慮和選擇性 比方說美國第一個 其實救援的對象是 在土耳其的難民 因為美國要安定土耳其 就土耳其不能有騷動 土耳其如果騷動 對整個這個大西洋公約 和這個整個西歐 對美國來講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就配合美國 也在土耳其那邊安置了難民 這樣做了不少事情 那麼在希臘的這一部分 我目前看到資料裡頭 倒是沒有美國的插手 而且美國目前也沒有說 要接受多少難民 也很少 我記得那個數目非常非常少 所以美國在這個議題上 歐巴馬政府並沒有採取很明確 而且很積極的態度 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我倒是沒有看到 如果是像美國這樣子的 當然它因為地理上 不是處在另外一個位置上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 想提出來了 我不曉得蘇老師 是不是分享同樣的看法 這個德國在這一次 這個總理他所宣布的這個政策 在國際上是被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當然它是基於人道主義 但是我必須要說 從國際法的秩序上來看 其實德國第一個 並沒有任何的義務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難民的這個觀念 傳統的國際法觀念 應該是最早接到 就是難民進入的國家 是有義務要提供這個救助 但是譬如說剛剛講希臘 這些難民去了希臘 他並不想待在希臘 他其實會想到西歐 到更好的地方去 但當他去那裡的時候 他變成非法移民 其實這個時候 他已經 在那些國家 他並不構成 直接構成難民的身份 所以在國際法秩序上 我想如果這群難民進入德國 德國大可以 把他們當作非法移民來處理 而不實質為難民 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理由 他可能今天到了德國 是為了覺得更好的生活 或者更好的社會環境去的 那因此 德國並不是首當其衝的國家 但卻願意提供這麼多的 這個名額的協助 那這一點 德國是基於什麼樣子的原由 會如此的悲天敏言 而且成就了 現在在歐盟地位中間 就像您剛剛講到的 法國站在第一線 他現在已經 讓這個狀況改變 讓德國成為 歐盟看起來實質上 真正具有聲望的領袖 剛剛李律師就講到法律 那的確法律上其實遇到困境 就是說真的按照法律程序走的話 其實沒辦法解決 那這個 可能就稍微得罪一下 就我們學政治的人來講 當法律沒辦法解決 就要政治解決 這個就是所有學政治的人 在法律人面前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法律沒辦法解決 就一定要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就是梅克爾這種解決 因為如果按照法律程序的話 他們都是非法移民 他們要成為難民 要那個 就是說他這個第一個 這個first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state的同意 就他有個程序 最後好同意了 給你一個難民身份 那你就有難民了 但是這個身份是要我給你的 不是你來的就是難民 不是 但按照這個完全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遣返 所以梅克爾就做了一個大膽的決策 那麼我在看所有資料 就是梅克爾這個決策 因為這個決策也非常戲劇性 就是他在幾天之內他就決定了 那我看到的很多分析是 第一個這是梅克爾個人的風格 就是說他還是一個非常決定性的一個因素 就是他個人的風格 那麼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一個東德長大的孩子 他是曾經經歷過這個東德的統治 那第二個我要講一個集體的概念 就是但是他當他這個政策出來以後 德國整個社會的反應就很有趣了 就大部分的地方是支持總理的 包括那些政治領袖等等 我的解釋是 其實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德國人一直生活在納粹的原罪之下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所以這個因素會讓德國人 基本上去往接納的方向思考 因為我們沒有不接納的權利 當尤其我們總理這麼說了 那別的國家可以很兇悍 德國沒有辦法 德國沒有辦法 我講一個納粹對德國人的影響 這個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經驗是 我到洪寶大學去也是去談合作 我一進洪寶大學的時候 他們的國際長就來 而且很準時在這邊接我 然後就帶我上那個階梯 上那個階梯的 那個階梯的上面就是一個大的 大的這個campaign 就是上面就是馬克思的話 因為當時是東德嘛 早期是東德 所以他那個還留馬克思一個哲學的畫 然後上面有29個照片框起來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我以為是校長 就說歷屆校長 結果我就說 這是你們歷屆校長嗎 那個國際長就 微笑 然後就跟我說 沒有 他說這是我們歷屆獲得 諾貝爾獎的老師和校友 哇 那時候要去談那種合作啊 第一時間就覺得矮了一大幾年 這 就說我覺得歐洲人這種 這種事喔 都是不找痕跡的 然後他就笑笑他說 哪裡 他說來 請往這邊走 我就覺得 德國人這個也是好 但是 如果各位去看 1930年以前 諾貝爾獎 科學獎的得主喔 40%是德國人喔 不是美國人喔 那所以德國人是非常proud的 就是這種科學成就 可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們幹了最龜兆的事 我2009年有到波蘭的這個 奧什比茨集中營參觀 你看 我覺得那個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記憶 那個小孩子的照片 然後這些小孩子都被 都被煤氣死掉 然後都燒掉 那我覺得 坦白講真的是很龜兆 所以二次大戰以後 德國人精神上被毀滅了 就是說 我曾經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我自己覺得我最優秀 然後 德國的國歌 如果 你看那個字 他有一句話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就是 Germany, Germany above all countries 誰敢唱這種國歌啊 你看那個美國國歌就是很快樂 心條飛揚啊什麼 法國國歌頂多是沖沙 我們的刀尖上帶著敵人的血 這個還好 我們的國歌多好啊 對不對 國旗歌 三村壯麗無可堂 誰都不得罪 但是 但是 但是你看 德國的國歌會說 它的結尾是 德國德國萬國之上 這是耶穌講的話 那這種 這種就是一種非常高傲的姿態 就我們最優秀 我們是世界 所有人都是我們的負擔 我們是全世界的這個支撐者 可是你幹了全世界最骯髒的事情 那這種東西到德國人後來反眠 說為什麼我們這樣做 而且呢 不是我們德國人這樣做而已 是德國人帶著歐洲人做 所以歐洲人就反省 反省最後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一個可怕的地方 就是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仇恨鄰居之上 民族主義強調一個假象是 我們同根同源同種同文 其實我們都不同 但是我們一定要講我們同根同源同種同文 然後呢鄰居是壞蛋 所以我們要團結起來 小心喔 旁邊那個人隨時要欺負 那這樣的概念就會仇恨鄰居 仇恨鄰居到最後就會合理化 所有對鄰居仇恨的行為 我想台灣今天不是這樣嗎 我想台灣 日本也是啊 大陸也是啊 你在大陸大陸醜化所有鄰居 那台灣就醜化中國 日本就醜化大陸和韓國 那韓國就醜化日本跟大陸 再加上跟俄羅斯 那越南 你去問越南人 越南人告訴你 我們是最了不起的民族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們打敗世界上三大強國 先打敗法國 再打敗美國 最後打敗中國 那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連續打敗這麼多強國 我說所以呢 所以我們很了不起 天啊我說有什麼了不起 一堆問題 所以這種仇恨 這種仇恨其實是 對鄰居的仇恨 所以鄰居永遠最難處 我們對美國的印象 你問墨西哥人印象不一樣 你問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對美國很有意見的 很有意見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 最後他政治解決就是 有一個罪感 就德國人這個罪感 不要小看這個罪感 這個罪感其實讓德國人 在戰後 他其實做了很多好事 他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這是我的一個解釋 然後另外有一個就是 其實是現在我看到 當時就有一個老師講 我想我可以介紹這個老師 他叫陳敬 敬是這個清涼有敬的敬 他是成大退休的一個老師 他是我認識國際關係學界最偉大的 把國際關係的知識 轉成國際投資最成功的人 像我們念國際關係都傻傻 都做一些政策建議啊 從來沒人想到把這個知識 用在統治 他把這個知識用在投資 然後非常做 做得非常好 他那個時候 梅克爾宣布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要我分析 他考我 他是我的 mentor 他說 他說 那說老師 那你分析一下 這個對於投資有什麼影響 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我說天啊 梅克爾這個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沒什麼影響啊 就是一堆人要去啦 就是他說 然後他說 你這個要看得遠 然後他就分析給我聽 他說 這個就是德國缺勞動力 將來就要補充勞動力 然後德國現在哪裡車場 缺哪裡車場 將來這個勞動力補充 然後他說 你看這些人 這些人值都不差 所以梅克爾很聰明 他們不是從非洲來的難民 他從序里亞來難民 賈伯斯就從序里亞來的 所以他們是有 potential的難民 所以他要接納他 讓他成為德國下一步的勞動力 然後後來我看到文章 卻有這樣講 就是梅克爾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跟幾個重要的企業工會 企業家聯合會都談過 他們都支持 所以他大膽的去做 那我覺得這是有經濟的考量 剛剛蘇老師講到民族主義總督主 我看梅克爾這次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他之所以可以 在我來看 這應該足以洗敵納粹的罪惡 這件事情是有反差意義的 因為難民的移動 移民的移動 會直接碰到種族主義的挑戰 會反對難民 排除反對移民的 基本上會是種族主義跟民族主義 也就是說這不是我們的人 我們為什麼要接納他 而且他們又髒 他們又窮 他們會破壞我們的經濟 他們會吃掉我們的資源 他們會影響我們的社會文化 他們會教壞我們的孩子 等等等等 這個背後是一個他們一個我們 但是如果是要接納移民 其實任何的移民 甚至難民 難民大部分 跟移民如果有最大的差異的話 我認為難民基本上是非資源 移民當然也可以說常常是非資源的 不過移民常常是有過選擇 但是難民的那個迫害 是非資源的人更明顯 但是因為人群的移動 大部分的人群移動 其實是從好的地方來講 是造成種族的融合 長期而言會造成種族的融合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它會激化種族的這個主義 而且會造成抗拒的心靈 那德國人這次這樣子大規模的接納難民 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做這件事情 這跟當年納粹 以約爾曼最優越的身份 迫害屠殺猶太人 完全根據種族主義行事的 這件事情是一個絕大的反常 蘇老師剛剛講到政治人跟法律人的問題 我不能完全沒有回應 這個希特勒當時在二十次大戰拜王以後 希特勒當時不知所中 但是他的屠眾人被交付紐倫堡大神 在紐倫堡大神裡面 這個佔領柏林的四國簽了一個條約 用新簽的條約去審判這些納粹的 摳一摳戰犯 那他們在紐倫堡大神的時候 他們所提出來的defense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defense 他們說 你們現在指責我們做的所有的 你們認為是殘暴的 戰爭不容許的非人道的行為 在我們當時做的時候 都是根據有效的德國國法所做的 我們所做的都只是執行國家的政策 我們是國家的 不管是軍人還是公務員 我們的天職就是執行國家的命令 那因此我們做這些事情 都是具有正當性 具有法律支持 因此今天你們要審判我們 可不可以請你們告訴我 你們根據什麼審判我們 在我們的眼中 國法是最高的 你們今天簽的條約 可以審判我們嗎 你們今天要審判我們 說我們非法 可不可以請你們講出你們的法律根據 當時審判者幾乎詞窮 甚至要去請教德國當時也受迫害的 一個法理學大師叫Rabbruch Rabbruch 一生在納粹 就是在德國 他以前是講實政法 這個很重要的思想家 抗拒自然法的概念 那因此這些戰犯所提出來的辨詞 顯然是根據實政法最高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出來的 於是他們就去請教受迫害的 Rabbruch 有什麼辦法可以去破解他們的辨詞 Rabbruch想一想說 那你們就用自然法審判他們吧 那最後其實 紐倫堡大審的審判官寫的判決書 是說他們違反了人類最基本的公平原則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因為他們違反了人類是平等的 這是Rabbruch講的 因為人類是平等的 你根據人類最基本的良知 你不能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個Rabbruch講 這個最基本的正義原則 也就是這個審判庭所用的這個正義原則 是平等的原則 其實是用來對抗種族主力 但是 即使如此 當時都有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他們的辨詞 其實背後是用主權 作為支持 也就是說 我們德國的國法 是我們的主權象徵 我們是基於主權的命令而來的 有什麼法可以更高過主權 那這個問題 雖然紐蘭倫堡大審用判決解決了 但是看起來 那更像是勝利者的判決 而不像是說服性有正當性的判決 因為當時找不出任何一條成文法 是可以在國際社會拘束 有效拘束主權的 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所以 看起來 正正有詞的 好像其實只不過是 陳王敗寇的結論而已 因此 納粹的這個辨詞 在國際社會上留下了一個 必須有待後人解決的一個問題 就是國際秩序有沒有可以產生 主義 控制規範主權 放諸四海皆準 在全球的地球村 都可以適用的一般法則 換句話說 也就是 主權不再是最高 這其實是 傳統國際法觀念的一大挑戰 後來為什麼會有種種的人權公約 這個蘇教授其實是對聯合國兩個公約 是很重要的研究者 那這兩個人權公約 在當時從世界人權宣言發起 然後把一個政治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 變成這個兩個 舉世各國都簽的人權條約 構成全世界的一個憲章秩序 而把人權提高到 是一個普世價值 而且是普世的規範 不再只是一種價值 而是具有 很大的黨羽所賜 也就是說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 真正挑戰世界秩序的問題 就是 什麼是最高 是國家的主權嗎 還是 有人類共通的 普世價值所產生的規範 現在所以國際公法 這裡頭包含著這些 能夠彰顯人權價值 人權價值 後面其實是人道主義的精神 其實人是平等 在我的智慧裡面 人權、人道、人格 這個大概都是統一 今天梅克爾是用人道主義的觀點 但是其實他眼睛裡面看到了 不是跟他不一樣種族的難民 而是一個一個需要救援的人 而當然他也看到了機會 他看到了 其實有人說 德國的社會 這個當然說好是更清楚 德國的社會好像 現在做比較下層 底層 或者基層工作的 大部分都是外來的移民 反而是本國人 有些工作是 基本上都是由外來的移民接手 那現在這些難民 進來以後 其實 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講 在跟德國人 也許會佔他們的工作機會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他們其實在補充 他們的所需要的勞力 這就是蘇老師講 這個當然是一個 不管是經濟或產業政策的思考 但是從基本的人道出發 我想大家都不會否定 這是梅克爾最重要的基礎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以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為前提的主權思想 其實代表是對人權思想的另外一種讓步 但是我必須要說 在今天的國際秩序裡面 主權跟人權的衝突 方性未暗 剛剛蘇老師講到的各種 這樣子的這個 種種的問題 後面都有這個陰影 蘇老師剛剛也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全球化的問題 其實今天全球化 是一個要破除主權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全球化是一個破除主權的趨勢 但是相對也產生了地域主義 那其實對抗反全球化 這個難民的接待 應該是全球化的一種趨勢的產物 但它也激化了 反全球化的 這樣子的一種情緒 我不曉得 就蘇老師的看法 對這波難民潮 對歐洲的衝擊 在全球化跟地域主義 這個衝突中間 到底是會對哪一方 帶來更多的衝擊 這個真的大問題 就是現在對歐洲來講 它的衝擊就是 我剛剛講的幾個 就是先講全球化 跟歐洲本身的關係 就歐洲在一個 它有點跟亞洲的位置不太一樣 就是它是跟 它是全球化可以說 如果我們說全球化 大部分來自美國 我們可以說全球化裡頭 也有很多歐洲的影子 我舉 比方說舉這個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整個的這個 法律的這個興起 完全是歐洲人在推 不是美國人在推 那這個是歐洲人一個非常重要 今年底在法國就要開這個 永遠是聯合國氣候變遷 鋼藥公約的會議 大概就會簽一個重要的 重要的這個 氣候變遷的條約 取代京都議定書 而且會變得跟貿易要掛鉤 這個對我們其實是影響很大 這個部分其實是歐洲人在推 而且是歐洲人在主導 那美國其實是 美國是有點是 雖然美國也想搶奪一些主導權 可是長時間是歐洲在主導這個議題 包括歐洲的團隊 歐洲的官員 歐洲所暢倒的議題 歐洲所支援的這些 受它援助的國家的互從 其實都形成一個領導力 所以當我們談到全球化的時候 歐洲人不太像我們在亞洲 就我們感覺我們是被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們大概沒有什麼主導全球化的機會 但是歐洲是它都有 它一方面有 不得不面對美國全球化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 它自己也主導了一些全球化 那我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各位 我們看那個手機充電器 如果各位還記得 大概五年以前 手機充電器是不統一的 那手機充電器統一 就從歐洲開始 那歐洲推這個手機充電器的時候 一開始去訓練環保團體 他們基本上是推 就是覺得這個太不環保 那後來很有趣是 當他們把這個lobby要歐洲建立 他們當時在歐洲推出 歐洲內部應該成為一個共同規定 大家有共同的充電器 不要再浪費了 當時他們有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他們lobby這個歐洲 尤其是指委會 歐洲指委會後來接受的原因是 他覺得有利可圖 就歐洲企業也覺得 我如果現在變成一個統一的規格 而這個規格是我歐洲人制定 從此行銷全世界 那基本上就變成歐歸 那我基本上就有一個商機 所以後來就變成歐洲的環保團體 產官學 大家一起在推 然後最後一個接受的是Apple Apple很長一段時間 不接受這個同樣的充電器 但後來我記得去年也接受 那其實就歐洲寄出很多環保規定 在歐洲壓迫Apple接受 所以Apple最後也接受 那這個過程 我就覺得說難民對歐洲 我覺得最大的對全球化 或在地化這個議題 我覺得最大的衝擊在於激進政黨的情形 法國接下來要選舉 法國17年要選 不是16 17年選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他這個激進的右派 就是這個國家陣線這一派 反移民這一派 他很可能會進入第二輪的總統選舉 那他現在聲望也很高 所以這個就會讓激進政黨 激進政黨都有現象 激進政黨是什麼都反 激進政黨反歐洲 反全球 反美國 反移民 這個基本上就是anti everything 這樣激進政黨 他這個老爸 他現在是激進政黨頭 他的爸爸再上次去講一句話 把大家都得罪了 他就說六百萬猶太人在被殺害 他說這個是整個二戰大歷史裡頭 這一個小小的插曲 為什麼我們要花這麼多精神去討論 他這個講出來 連他女兒都跟他切割了 他女兒都要切割 因為這個講出來是 已經是一個違反 剛剛李律師講的 人類基本價值的一個言論 所以他就被趕出他創的黨 連極右派都不要他 那所以現在大概是激進派 那像大家看到 這個希臘的激進派也起來了 那激進派起來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大麻煩 大麻煩 因為為什麼 我這邊其實有個圖 我講這個激進派的這個概念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圖 我覺得這個對 激進派 為什麼激進左派激進右派 做河流 就是我畫的那條線 右派 右派和極右派最大的差異 其實不是政治主張 而是政治論述 就是我剛剛講的 極右派極左派的論述是基於仇恨 這個非常非常危險 一個基於仇恨的政黨 即使他將來休息期 他能夠轉得很少 那仇恨的結果就會 就會做出恐怖的事 那這個我覺得是 是一個非常激進政黨的一個根 它的根就是仇恨 那它的仇恨就要找一個人 找一個victim 他就開始找 有可能是移民 可能是少數族群 可能是這個 像這個左派的論述 我們去看那個左派的 不過我在法國接觸共產黨 我覺得共產黨 到還沒那麼激進 但他們激進左派 激進左派的 比方說現在選舉 他就說 你們覺得你們 今年賺的錢 比去年多嗎 你覺得你們 你覺得你們 繳的稅到哪裡去了 你們有買更好的房子嗎 你們有住豪宅嗎 我告訴你們 都是那群人 有錢人 住地保那群人 他把我們錢搶走了 所以呢 我當選之後 我把他們沒收 好不好 大家說好 太好了 沒收然後分別大家好不好 做社會住宅好不好 大家就好 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仇恨論述 他在製造一個階級的仇恨 那右派就是種族的仇恨 你們都失業 誰搶走你們的飯碗 移民 三百萬移民 三百萬失業 沒有這些移民 我們就沒有失業 這騙人的 沒有移民 也沒人要去做那個工作 但是呢 這個論述 就有一個仇恨的概念 所以他們是壞人 所以我們要消滅他 所以我們要趕他走 那這個仇恨論述 會讓他們成為激進 所以成為激進就很危險 這是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仇恨論述 所以我想最大的危險 就是一個仇恨意識興起 和激進政黨的興起 這個蘇老師有先天價值 優而優的這種情懷 如果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想聽蘇老師開示 這個剛剛講到 還是講國際秩序 這個其實啊 在我的心中 我的心中 我自己學憲法 可是我一直認為 憲法跟國際法的概念 應該是相通的 這個國際法其實 有可能要被視為 至少在某些 基本的議題上 譬如說人權法 它如果要被看成是 人類的憲章的話 它其實跟憲法是相通的 那我要來論述這件事情 跟歐盟是有關係的 其實第一個這樣做事情 發生的事情是發生在美國 美國建國的時候 是十三中 我們稱之為States 其實如果這States 如果真的要翻譯的話 是十三國 它是因為建立了聯邦以後 就不再用國這個字 我說中文翻譯 就不再用國這個字了 去用邦或者用州 但是它的原字是State 那其實是原來美國十三州 有一個邦聯條款 邦聯條款是一個標準的條約 因為它是以十三州為單位簽的 可是後來覺得這樣不夠 所以他們去簽了一個聯邦的憲法 創造了一個新的名字 而這個聯邦的憲法 不是只有十三州合起來定這個憲法 而是十三州的人民 共同通過了這部憲法 它的成員 是所有的人民作為基地 這個改變的條約 是用國家作為形式的 這樣子一個模式 這個美國 我要說一句話很有趣 它叫做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個翻譯 我一直覺得當初 我沒有查出來 不曉得當初是誰翻的 我覺得翻得非常精彩 因為它 我們各位都知道 美國是翻成 美利堅合眾國 美利堅當然就是America 這合眾國三個字 我認為是精彩級了 它是United States 我們大概都會想它是合眾國 就是 people合起來的一個國家 其實在我來看 它原來是合眾的 那個眾字是United States的S 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它是多數 其實合眾國這一個詞 可以量解 就是We the people 組織了美國 也可以說是眾國 眾州 組織了美國 它其實是兩件事情 加在一起的 這兩件事情加在一起 可以用三個字 合眾國做完全的表達 一語雙關 但是我真的覺得當初這個翻譯 是高明之機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所以 美國憲法本身是具有 同時具有 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憲法 跟國際公法的意義 那美國之外 能夠跟美國 在過了兩百年之後 塑造同一件事情的是歐洲 EU 當然最早從德法鋼鐵聯盟 然後變成共同市場 然後進入這個馬斯垂克條約 其實他們有一件功敗垂成的事情 就是他們想寫一部歐盟憲法 想要建構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歐羅巴合眾國 可惜最後是在法國 遭了滑鐵路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做成 但是在我的心中 歐洲其實已經是一個 在我來看應該是 我幾乎可以這樣說 不折不扣的主權國家 當然現在是二十八國 最早是一面藍色的旗子 十二顆星在上面 他們比美國人聰明 美國人一直把心往上加 歐洲說我們就這十二顆星到底了 再加多少也是十二顆星 美國從十三顆星一直加到五十顆星 但是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歐盟成立之後 進歐洲的時候 這個簽證蓋生根蟑螂 我就說這是主權行為 就是這一個護照蓋了以後 這就是一個海關 全歐洲都可以走了 至少當時的十二國都可以走了 這是一個標準的主權行為 其實歐洲現在有歐盟委員會 歐盟理事會 有歐洲議會 有歐洲人權法院 三權分立的架構都成夠了 剛剛蘇老師講 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人權法還很兇的 歐洲人權法院可以讓傲慢的英國人 承認他的法律 英國沒有憲法的 英國的國會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的 英國為什麼沒有憲法呢 因為國會最大 可是歐洲人權法院可以說 英國的法律 國會所定的法律 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 概念上就是違憲的概念 這個讓英國人整個改變他的法律 不再是一個不受司法審查的位置 所以英國的法院開始也要做司法審查 也開始對於他們自己的法律 開始有這樣子的構想 傲慢的英國人 不好意思 不一定都傲慢 這個自信自負的英國人 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憲政國家 在歐盟中間 他即使有種種的不願意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 他們還是敵了 換句話說 在我來看 如果當初 不是在法國招了滑鐵路 各位如果去找當時的歐盟憲法來讀 它同時就是十二個國家要簽的條約 然後也是以所有的參加國家的歐洲人民為基底 建立了一部憲法 所以這個文件同時是憲法 也是國際公約 那因此美國的這個model 在歐洲是複製的 其實如果你今天想到全世界如果做這樣一件事情的話 那就是全世界的憲法就出來 當然不知道那要何年何月 那我今天要問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概念下 我要問 因為我今天聽到蘇老師講 因為這個難民的問題 這個難民 因為本來歐盟被認為主要都是經濟方面的盟 不管是市場貨幣等等 但是有人說這一次的決定 尤其是梅克爾的這樣子一個呼籲 讓他們共同 因為他們去分配名額 當然德國人拿了最多的名額 歐洲的這個衝擊、衝突、分裂的因子也重向 所以我好奇的是 像剛剛問到的是全球化的秩序 那這件事情到底誰勝誰負 那對歐盟的衝擊的話 這件事情 對歐盟更團結 或者是走向更鬆散 這個因素會更去向於哪一邊 這就是我的好奇 我先講 剛剛李律師講到 就是跟美國的比較 不過它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其實很顯然一件是語文 歐洲28個國家講24個語言 這個其實就很難搞 在歐洲 現在當然越來越多大家用英文 但是終究不是大家的母語 所以那個溝通 因此在歐洲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國家看那個電視播報的時候 還是以國家新聞為主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就可以了解 歐洲人的mindset裡頭 他的心理和日常生活的範疇裡頭 雖然歐盟做了很多交流 比方說有很多的青年的交流 青年的互訪 社團的互訪 但是終究我覺得語文是很大的障礙 因為語文會影響到 比方說像歐債危機 有一個原因他們認為 那個時候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就是歐元之父 Mondel 就是拿諾貝爾獎 經濟學獎的Mondel 不過很有趣 歐元出世以後 他就一直跟大家講 我不是歐元之父 這個我覺得太現實了 歐元就是1999年生效 所以他1999年拿到諾貝爾獎 那他最是貨幣區理論 就是他得獎的主因 可是等到我們2009年 1999年去開會的時候 他說 我當初講的跟歐盟做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有點現實 但他提出來一個 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因為歐元區的勞工 自由流通的量太低了 就勞工沒有辦法自由流通 尤其是越基層的勞工 他們流動性越低 那其實就有語言文化的問題 就一個在義大利工作的人 如果是高科技或者是management 他可能比較好移動到別的國家 反正都是英文文化 都是同樣的文化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工廠的人 我要到德國去工廠去做 其實就非常困難 去非常困難 那我這裡頭就舉一個 我想就跟律師的職業有關 就叫律師自由流通 因為過去律師的自由流通 就是發生很多問題 就是如果我是在希臘是律師 那我到了英國的職業 那一開始英國人就抗議了 這差太遠了吧 我們這個律師是經過多少的淬煉 多少的師徒 最後才能夠當到大律師 那這個希臘 希臘作弊的人很多 這樣就可以來當律師 而且收費又是我們的一半 這不是抢我們飯碗嗎 那最後他們就做了一些 一開始是用互相承認的原則 就是說你在一個國家是律師 你在其他國家就是律師 但後來發生很多實際的衝突 因為那個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 它的文化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最後他們就簽了一個 就通過了一個應該算是規則 就regulation 就是律師 如果你是在一個會員國 合法成為律師的話 原則上你在其他國家可以職業 但是不可以出庭 就基本上是可以職業不可以出庭 那後來類似都有這樣的規定 就是醫生的話可以開業 但不能開刀 因為怕那個器官的名字 同一個名字是講兩個器官 一個是拉丁文系統 一個是熱慢文系統 但講的都是同一個字 但一個只剩一個只乾 然後拿錯了 那就不可以 就是說大概它就是慢慢 有一些這樣的規則出來 可是很多基層的勞工 還有一些文化屬性 比較強烈的職業是很難移動的 那所以語言文化的隔閡 其實在歐洲還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還是蠻大的挑戰 那麼剛剛講到就是衝擊 那我以過去的這個歷史來看 以及我們做這個理論推演 歐洲其實有一個情況都是 我跟你講人沒有希望統和的 人不喜歡integration 人喜歡自由自在 每一個人都喜歡自由自在 所以分是人的天性 和是逆著人的性 那什麼時候和就不得已 就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和 那歐洲的和就是一個不得已 因為兩次世界大戰 因為大屠殺 所以歐洲人反省 要合在一起 壓制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 那這樣的一個基礎 是歐洲面對挑戰的一個基礎 那過去的情況是 每一次面對挑戰 就會產生新的制度 然後很反諷的 讓歐洲更向前走一步 那就像這次比方歐債危機 它就讓歐洲建立了銀行聯盟 讓歐洲中型以上的銀行監管 由各國的國家銀行 拿到了歐洲中央銀行 這個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事 而且如果在沒有危機之前 是不可能做到的 沒有一個國家中央銀行 會同意這樣做 可是因為危機 所以不得不做 那這次難民也是有點類似 比方說像自由流通 比方說像庇護政策 其實這次就遇到非常大的衝擊 可是基本上如果我們現在仔細看 恢復邊界管制 恢復邊界管制的時間非常短 而且那個量非常低 原則上還是沒有把這個既有的成果撤銷 那所以我個人看的是 我覺得它垮大概不會 但是大概需要這三大危機 包括債務危機 難民危機 烏克蘭危機 那烏克蘭危機 涉及到跟俄羅斯的關係 這三個危機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消化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頭 它有大的這個向前走很難 而且每一個危機都碰到政治統合的敏感 那所以它往後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往前目前也不太可能 我想它處在一個盤整的幾個情況 這是我的結論 好 工作難民的問題 可能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今天非常謝謝蘇老師 深入淺出非常精彩 也非常謝謝在座的各位 也跟各位說晚安的時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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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